大家好 我是怡主 今天想做雪菜肉絲湯米粉 材料很簡單 瘦肉切成一絲絲 如果沒有現成的瘦肉也可以用肉碎 另外這個是我自己做的雪菜 如果你去買現成也可以 我現在預備了2個米粉 我會用冷水浸泡半小時 煮的時候會容易很多 首先醃了肉絲 我剛剛放了1湯匙油 然後放1茶匙粟粉 加1湯匙醬油 加了醬油之後拌勻 拌勻之後我會加3湯匙水 拌勻 先煮米粉 大火滾起之後 因為我剛剛的米粉已經用冷水浸泡半小時 所以我現在馬上放2個米粉 米粉一鬆開了 水一滾 米粉就熟了 米粉一滾了 拿上碗 在水裡 現在把油裡拌勻 放1-5分鐘 把肉絲炒 做得真脆 炒半小時 炒半小時 用一小時 炒半小時 炒半小時 炒至熟 已經炒半小時 炒半小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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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冰菜、肉絲、湯米粉就完成了 配上自家製的清雞湯 是很好吃的 大家也試試吧 好吃 好吃 如果你喜歡,給我一個讚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,謝謝